新闻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我台驻北美中心线的记者邹昀 邹昀你好 邹昀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发布会举行的一个透露哪些的细节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就在几分钟之前呢 当地的警方和州长是召开了本次枪击后之后的第三次新闻发布会 那现在由于这个警方表示是目前的这个案件还是在进展和调查当中 所以呢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以及是世界也比较的有限 现在我们能得到确认的信息有以下这几个 第一个就是目前的死亡的人数呢是28人 其中是包括20个儿童 这20个儿童中呢其中是有18个呢是在学校当场就被击毙死亡的 那还有两个人呢是在医院救治 救治没有最后救治没有得到帮助死亡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有6个成年人也是在学校死亡的 这6个成年这6个成年人当中呢是包括学校的校长包括心理医生等等 这些人呢是在也是在学校死亡的 那另外一个呢就包括枪手自己 那枪手自己呢现在还不确定他到底是自杀 对不起现在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他是自杀 那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现在的警方是公布了有一个第二个犯罪现场 这个第二个犯罪现场呢是在美国的新泽西州 也就是一个枪手他自己的这个故乡的这个家中 有一个人去世不但是不确定这个人是他的爸爸还是他的哥哥 还是一些他其他的亲属 那现在还有一个具体的信息呢就是 这个枪手他的妈妈呢是他作案的这个学校的一名老师叫南西 叫做南西兰萨 那这个枪手呢现在是被确定为20岁的这个亚当兰萨 但是呢目前警方没有确认这个信息 只是美国的各大媒体现在95%以上的媒体 全部都说当地的警方说现在这个枪手是20岁的亚当兰萨 但是呢目前警方还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来去确认这个消息 目前这个照片呢也还没有给出最后的确认 那现在呢这个枪手他的作案动机不明 不知道他是有一些精神的问题还是等等一些其他的原因 但是呢可以看出这个枪机应该是提前有预谋的一个枪机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是他当时的作案的这个器材非常的全 他有四个四支枪 同时呢当时还穿了一个黑色的外套外面穿了一个防弹衣 同时还戴着一个面具同时他因为他妈妈是在这个学校 是一个幼儿园教师 所以他对这个学校的地形也很熟 现在警方另外给出了一个确认的信息呢 就是他作案的这个地点是一个地点两个教室 其中一个很有可能的就是他妈妈执教的这个 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班级 所以大部分死亡的儿童估计也是在这个班级中遇难的 这是我们现在掌握到的几个最新的情况和信息 那在今天下午呢美国的总统奥巴马是也对本次枪杀案中 遇难的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了哀悼 在这个演讲中奥巴马几次哽咽 他其中有一句话就说在今天晚上呢 不管是马歇尔米歇尔和我还是其他的一些美国的这个家长 一定都会做一件事就是把他们把我们的孩子紧紧的拥抱在怀中 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他有两个孩子 Sasha和Malaya 他说我们会把他们紧紧的很紧的拥抱在怀中 然后跟他们说我们有多么的爱他们 同时呢我们互相彼此都是相爱的 但是在我们做这件事的同时呢 有很多美国其他的今天失去孩子的他们家长 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 同时呢所以今天奥巴马在这个讲话中 也是几次的哽咽掉眼泪 同时呢奥巴马也是目前是下命令 今天美国所有的这个国旗是下半旗来去纪念 以及哀悼在这次枪击案中失去生命的儿童老师 或者一些其他的人 现在呢就是我掌握到的这些信息 那其实这个枪杀案已经不是美国在今年的第一次 我们想一想 其实今年不管是直播 还是我们报道的枪杀案已经有很多起 比如说造成很大损失的 其实我们想一想就有7月20号的这个 科罗拉多州影院的枪击案 同时有8月5号的这个西坑廖的枪击案 8月13号的德克萨斯州农机大选枪击案等等等等 就在几天前在这个 这个俄勒冈州的这个当地的一个 购物中心还发生了一起枪杀案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枪杀案的地点 不管是电影院还是学校 还是购物中心都是人们最放松的 或者觉得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现在美国的媒体一方面在报道 这个枪击案的一些死亡的 伤亡的人数 另一方面也同时再一次的去提这个问题 就是奥巴马在他的第二个人期 到底能不能去对美国的枪支管理 做出一些实际性的举动 在他掉泪的同时 能不能有一些真正的举动 来去避免这样的惨剧 这样的眼泪在未来再次的流出 再次的发生 雨晴这就是我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的情况 的确正如你所说 乐土突然之间变成了地狱 更何况是三十多位 这个无辜的小生命 的确是美国历史上一期 非常严重的一期惨案 目前来看呢 这个警方透露了一个相关的 非常重要的细节 就是这是一起有预谋的一个枪击案 但是还存有很多的疑点 那么相关的调查的进展 我们会随时的跟进 感谢邹运带回来的一个相关的报道